恭喜 恭喜 恭喜新年好 新的一年有到來了 賢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到來 侯運旺旺來 十二千秋 十二年某一次 今年又換猴子當家了 是啊 依照生物種類分類 猴子屬於哺乳缸 靈長長目 靈長的意思是萬物之靈 眾生之長 除了猴子之外 靈長類的動物還有狐猴 猿和人 這些動物可是哺乳類當中 最有智慧的一群喔 說到猴子 就要介紹猴界的Superstar 齊天大色 雙木坑 這位寫稀有記的武成恩先生 真的是 太了解猴子了 他把猴子的聰明明巧 活潑頑皮 都活靈活現地描寫了出來 這不好的偶像 怎麼不能好好摩拜一番呢 所以這位侯大王 就被人請入了神殿 為居民驅邪納府 在中國的四川清風上 有個八仙洞 裡面就供奉了八仙 以及齊天大聖 人們相信齊天大聖可以保佑家人 不生疾病 出門平安 生意興隆 是啊 台灣的台南 以及伊朗 也都有神無空唷 不只華人社會崇拜猴 就連東南亞地區也有猴神哈努曼 哈努曼有四張臉 八隻手 面如紅寶石 髮色金黃 山區高大 力氣大到可以搬動一座山丘 還可以幫助國王 征服強敵 是啊 這位印度教中的神侯 不只在印度加慾戶上 在東南亞也是許多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呢 他不但可以傳授人們知識 還會庇護農業喔 嗯 猴子的聰明眾所周知 只是有時候難免會製作聰明 聰明反被聰明物 怎麼說呢 我就來說一個猴子繞月的故事吧 有一天晚上有一隻猴子往湖裡看 看到月亮的道映 以為月亮掉進河裡了 就大聲喊 不得了啦 月亮掉進河裡了 趕快把它繞起來 於是所有猴子就紛紛爬上樹 一隻猴子倒掛在樹枝上 另一隻猴子倒掛在他的前腿 就這樣以此類推 當快要到接近湖面時 樹枝突然斷了 所有的猴子都掉進水裡 此時他們才發現 月亮還高掛在月空中 嗯 這個故事 演出了猴子的聰明 以及團結 猴子通常是一大群住在一起 他們會一起玩爽 打架 模仿 學習 當外敵入侵或者是遇到困難時 猴子也會想辦法 並且互相幫忙 可是他們最後都掉進湖裡了 哎呦 掉進湖裡 不是問題 重點是猴子會想辦法 並且互相幫忙 是是是故事說完了 該下台囉 小慧 小芸 在此祝福大家 猴年馬上封紅 貝貝封紅 你給我兩分鐘 我給你全世界 小主播 小芸 小慧 謝謝大家 阿虹老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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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虹老師報告